我本是京城莲花坊的舞女 花魁沈氏 一舞动京城 清静天下课 顾情深也是那天下课中的艺人 她是宫中的琴师 时常来莲花坊看我跳舞 她说她会想办法赎我 我吃笑了一下 一甩衣袖道 顾公子是这个月第十二个这么说的人 每年宫宴 都会从莲花坊请几个舞鸡入宫表演 我就在那批舞鸡中 被皇帝一眼相中 皇帝封我做了莲飞的那一晚 顾情深便痴痴地在宫外跪了一夜 但我只觉得艳贤 艳烦顾情深的一厢情愿 也厌倦这一刻不停地学 皇帝来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她冒雪而来 我温顺地用热帕子给她擦拭 她便顺势拉过我的手 牵我至床头 到了第二日早上 我去凤仪宫给皇后请安 听人说 皇后与皇帝是少年夫妻 我抬头望那个坐在凤位之上的女子 二十七八的年纪 风华正茂 但我瞧不见她眼睛里的光 兴许是这王宫的夜晚 一点点磨灭了那本就微不足道的光 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更像是一坛枯井 早已干涸 我向她行礼 她便客气地让嬷嬷给我搬来凳子 她问我是什么年纪 我低头回答道 臣妾今年十九了 她轻轻笑了一下 像是回忆起了很多年前的岁月 本宫做皇后的那年 也是十八九岁的年纪 听说皇后有一个公主 只是公主七岁那年 溺死在了太幽池里 自那以后 皇后便是如今这副模样了 我常常是早上来奉仪宫请安 一坐便坐到傍晚才走 皇后总会与我下几盘棋 或是听我哼些曲子 偶尔她会与我说一些别的事 比如青州干旱 石州洪涝 江南一带又突发十亿之类的 还有京城的毕童书院中发生的事 但更多时候 她只是悠悠地望着窗外的天空不说话 娇娇 你听过民间的一个习俗吗 她摘下手上的护甲 两家结亲之时 便用木板做两个箱子 里面放上丝绸一类的东西 放在床底下 寓意两箱丝组 知道 我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 因为我本来 也可以拥有那样两个箱子 但一切都晚了 从皇后那儿回来后不久 皇帝便来了 她面色疲倦 我想应当是朝堂上的事困扰着她 后宫不可干政 我便埋头做个王八 不听也不问 安安静静地为她轻轻揉着太阳穴 她常常叹了口气后 握住我的手道 娇娇 你倒是和他们不同 我只是不卑不亢道 臣妾不懂那些 只知道安分守己 侍奉皇上 你不会有什么坏心思 朕知道 她用指腹 骂撒了一下我的掌心 是梁州君饷的案子 又有几个老顽固 想要翻案 我看向窗外细密的雪 没有说话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她微微抬头道 怎么了 娇娇 那案子 不是三年前就结案了吗 我继续揉着她的太阳穴道 她没有再说话 只是顺着我的手 探向我的竖腰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由她将我带着床榻 那日我又在皇后宫里待着 她正提笔在宣纸上练字 我侧身望一眼 道 娘娘这字很是刚净有力 道像是男子所写 她愣了一下 笔尖的墨水便滴落到纸上 绽开一朵墨花 有人推门进来 是个与皇后年纪差不多的宫女 那宫女道 娘娘 老院手怕是不好了 皇后手中的笔滑落在桌上 莫知见到她的袖子上 她说 知道了 阿茵 你下去吧 沉默了很久 她像是终于平复了心情 道 对了娇娇 本宫听后宫一帮嘴碎的人说 你和那顾琴师有些不清不楚 那些嘴碎的 本宫都让人一一责罚过了 多谢娘娘 我微微低头 她看了我一眼 道 瞧你这副模样便知道 你无异于她 天色渐晚 我准备回宫的时候 她叫住我道 娇娇 我停住了脚下的步子 回头望她 她欲言又止 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道 雪天路滑 你小心些 我问李友福 有没有法子出宫 李友福想了很久之后说 初一和十五的晚上 按照祖宗训诫 皇帝必然要塑在皇后宫里 若我非要出宫 挑那两天比较好 我点点头 赏了她一袋碎银子 十五那天的晚上 我和李友福换了衣服 躲在马车里出了宫 打算去探望 必同书院的老院守李苦心 然而就在我即将到书院的时候 突然被人拉住 我回头一看 是顾情深 她问我要去哪里 我坦白告诉她 自己要去见老院守李苦心 她说要同我一道去 我知道拒绝不了 便装作是她身边的小厮 和她一同去拜访老院守 老院守府上 本来就没几个下人 又正逢她病了 几个小厮也就都去偷懒 这李府如无人之境 我很顺利地便进到了府内 见到了床榻上的李苦心 李苦心刚喝了药 才睡下不久 迷迷糊糊说着梦话 我凑上去听 她在叫一个名字 李瑶 回来的路上 我问顾情深 李瑶这个名字 有没有什么说头 她说老院守念叨的 兴许是十年前有名的斗笠才子李瑶 那会儿还是老皇帝在的时候 当今圣上叶周远 还是五皇子 老院守举荐了自己的学生李瑶 入朝为官 那李瑶早年脸上被火烧伤 怕惊扰圣上 便带着斗笠蒙面上朝 顾情深的语气中满是赞叹 她说 当年三皇子欺压百姓 朝中忌惮于她 无人敢言 只有那李瑶公子直言不讳 连上十二封折子 应是参倒了三皇子 后来呢 如今朝中 好像并没有这么为李瑶公子 李瑶公子在当今圣上登基后 便退隐归乡了 从此杳无音信 说话间 我没注意脚下 一脚踩入雪坑里 摔了个亮枪 顾情深想拉我一把 被我拒绝了 捧起一捧雪 然后看着雪在我掌心慢慢融化 我缓缓闭上了眼睛 混在马车里回到王宫后 我倒头就睡 我做了个梦 梦到我的阿爹被削去了头颅 失手被挂在城墙上 受人唾弃 四南修背着我在雪地里 走了三天三夜躲避追兵 最后 他将我放在一处山洞里 自己跑去引开追兵 当我蹒跚着走到山脚的时候 就在不远处的斜坡下 找到了阿修早就僵冷的尸体 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满脸的泪水 挣扎着起身 用一旁的帕子 胡乱擦掉脸上的眼泪 我劈上大肠出去了 在梅园里 我遇到了皇后 她正劈着珠红色的大肠 伸手斧上僵开的梅花 似乎是看到了我的诧异 她说 祖训只说 初一十五皇上 须在凤仪宫歇下 歇下并不等同于士寝 我点点头 她摘下一簇梅花递给我 道 老院守 如何了 瞒不过娘娘 我接过梅花 轻轻嗅了嗅 老院守喝了药便睡下了 这宫里的事没有本宫不知道的 她取过我掌心的梅花 带在我的发间 本宫只是乏了 不屑去管 她退后几步 打量我一番道 你怎么穿得这么少 也不怕冻着 只是夜半突然起了兴致 也没顾得上这么多 我裹了裹大厂 臣妾是西北那儿的人 粗生粗养 道并不畏寒 多注意些总是没错的 她说着抬头望月 银白色的月光映在她脸上 平添了几分落寞 我忽然想起她听见老院守消息时 短暂的失态 娘娘可有小字 我不动声色道 臣妾想着既与娘娘交好 私下也以小字相称来得更为亲近 遥光 她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这小字是她给的 还是莫要提起了 你若愿意 叫我的名字便可 我也不在意那些礼数 遥光 北斗七星之一 我点头称是 接着问道 那敢问娘娘方明 石鹿遥 她折下一根树枝 在雪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个荒唐的想法 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她没有注意到 我微变的脸色 我侧过头去 待心下稍稍平复后 面色如常道 臣妾小字 白娇 皇帝夜周远来了 不过这次见到她 是在皇后的宫里 她稍有几分讶异 但很快便握着皇后的手 似乎想同她亲近一番 但皇后只是笑着抽出了手 我不需要过多打听 也不需要向皇后 过多询问小公主的死 因为小公主死了 所以石鹿遥和夜周远 只能周远路遥 形同陌路 送走了皇帝 皇后依靠在美人榻上 一双美眸里 看不出任何情绪 我在一边用小锤子 给她敲核桃吃 她沉默了很久后 道 娇娇 我后悔了 我将盛着核桃肉的盘子 推到她那边 道 后悔什么 什么都后悔 她说爸挥挥手 让阿英给她送来一壶温酒 直到那壶酒见了底 她扶在桌上说 我对不起老院守 也对不起我的阿娘 我知道她醉了 微微凑近她 我说 但你还有机会赎罪 醉意朦胧间 她抬起头 一双有些溃散的眼睛望着我 但我最终没有把话说出口 只是让阿英 拿了条羊毛毯子 附在她身上 然后离开了凤一宫 站在长长的宫道尽头 我回望珠红色的宫墙 就这么驻足了很久 久到天空又飘起了雪 我想 这宫墙再红 也比不上当年被鲜血染红的 梁州城的城墙 有人从背后为我撑了一把伞 不用想也知道那是谁 我说 你是想死 还是想我跟着你一起死 我心里知道 一旦被人瞧见 我和顾情深 谁都活不了 于是她收起伞 和我一起站在雪地里 我听见她说 娇娇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我在想我那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我在想我那再也见不着的阿爹 我在想我那孤零零死在雪山上的阿修 我在想我那还没来得及 做好的木板箱子 梁州君享岸 我的声音轻不可闻 却重重落在顾情深心坎上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听闻当年那姓沈的将军 有个女儿 难道你 接着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你莫要在宫里再提起这五个字 我是练过舞的 三两下便挣脱了顾情深的手 后退几步 与她保持一段距离 道既然顾大人都明白了 那便不要与本宫有什么纠缠了 没得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你想杀皇帝叶周远 他用了肯定的语气 我本来是想杀他的 我叹了口气说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也许我有能够翻案的机会 你要翻案 他是不会承认当年自己误判了军饷案的 顾情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没有一个君王 会承认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我没有理会他 左拐进了自己的刘云宫 一回宫 李友福便端着江茶过来 我喝完江茶 总算是暖了身子 翻了会儿书便熄灯上床了 只是一闭上眼睛 我的眼前便满是当年梁州满目疮痍的模样 满眼的雪 满眼的红 像是巨大的梅花在雪地里绽开 我的阿爹 曾是驻守梁州的将军 三年前 草原蛮子突袭 守军大败 梁州失守 他们说是我的阿爹贪污了军饷 导致守备军粮草不足 兵器全无 于是他们吊死了我的阿爹 砍下他的头颅 悬挂在城墙上 可我只知道 草原蛮子进宫之时 我阿爹的棉衣里满是稀碎的稻草 捧着的粥碗里 石子儿比米粒多 手上的兵器都生了锈 梁州两年都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军饷了 军饷去了哪儿 阿爹血沾到了最后一刻 手指头被冻烂了 他便红着眼睛 生生砍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梁州人都知道 军饷去了哪儿 可是没有人敢说出口 军饷全去了朝中大官王冠楚的口袋里 叶周远早失的母妃是王家的人 王家家主王冠楚 按辈分是叶周远的外祖父 当年皇子夺嫡 王家力挺叶周远上位 深得圣心 我本该杀了叶周远 就在那天给他揉太阳穴时 我的袖中已经藏好了三枚银针 但突然听到他说 梁州君想案 有人想翻案 梁州君想案 有机会翻案 意味着我可以讨回我阿爹的清白 他应当被人称颂 而非唾弃鄙夷 我起身点亮了蜡烛 穿上太监服 躲在今晚最后一辆出宫的马车里 我要去见老院守李苦心 李府的门房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接过了我弟过去的纸条 以及一袋银子 我同他说 只要把这纸条给老院守即可 一盏茶过后 门房果然放了人 给我指了路 让我去书房等着 那张纸条上写着 石鹿瑶和李瑶 我等了有一会 环顾书房四周 在桌面上找到了一本摊开的暗宗 伸手翻了翻封面 上面写着五个字 江家谋逆案 正打算凑近去看的时候 老院守撑着拐杖 颤颤巍巍走进来 我想搀扶一把 他摇了摇手道 有何贵干 我端坐在座位上 心下微动 道 不过是皇后担心您的状况 叫我来问询一二 知道您老脾气倦 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还望您多多包涵 他咳嗽了几声 转身便拄着拐离开 我跟在他身后 离开书房之际 回头望了一眼 打开了半卷的卷宗 然后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名字 王冠楚 回宫已经是四更天了 我稍稍闭眼休息了一会 叫来了个有些年纪的嬷嬷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着 我问他知不知道江家 他攥着手 不说话 我吞下手上的一个镯子丢给他 他这才喜笑颜开 道 江家那都灭门了将近三十年了 娘娘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之前路过下人的房间 听到几个嘴碎的姑姑提起这个 便一时起了兴趣 那江家早年也是京城大户 后来好像是江大人意图谋反 伪造兵符 嬷嬷想了一会儿道 整个江家直接被租了酒足 就留下个江小姐 我放下茶杯 这江小姐又是什么来头 江小姐是李院守最喜欢的学生 嬷嬷解释道 那会儿李院守不仅在碧桐书院教书 还被请进宫里给几位皇子讲过课 李院守在金龙殿门口跪了整整一夜 只说江大人的罪行 罪不至其女 求先帝绕过江小姐一命 娘娘您是不知道 那李院守腿上的毛病 就是那会儿落下的 于是先帝心软了 江小姐便只是卖为了奴籍 摸摸脸上满是八卦的神情 要奴婢说这里院守和江小姐指定有一腿 我懒得听她说这些话 挥了挥手便要她离开 这时候阿音进来了 说是皇后请我去吃茶 说完阿音便转身到外头去候着了 我迟疑了一下 自言自语道 今日不是宫内探亲日吗 皇后怎么想起请我去吃茶 那摩摸闻言停住脚 道 娘娘您不知道 皇后娘娘是十家庶出的女儿 那便是姨娘的女儿了 哪里是什么姨娘 最多是个通房丫头 摩摸一边说一边往外面张望 不让阿音听见 偏巧那丫头又是个短命的 没几年就去了 好容易把这多嘴的摩摸送走 我一边梳洗 一边回想方才她说的话 老院守江小姐石鹿摇 我合上梳妆台的首饰柜子 起身便去付皇后的约 到凤仪宫的时候 屋子里茶香四溢 皇后见我来了 伸手便招呼我 道 前几日雪下个不停 好容易这几天放了情 就想叫你过来吃茶 来的时候 见几个小宫女 在后院里放风筝 倒是好玩 我接过皇后递过来的白瓷碑 哪天叫宫里的小太监 也扎几个风筝给我玩玩 皇后似乎是有些无奈 风筝我这儿倒是有 你若喜欢 只管拿去便是 那就先谢过娘娘了 我放下杯子道 昨晚我去看老院手了 我知道 她好像并不打算同一友来往 我试探道 可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她沉默了 低头不语 拿着茶杯的手 有些颤抖 我扶住她的手道 没事 我就是随口一提罢了 你莫要多想这些 我给阿音使了个眼色 我同你一道去外面院子里放风筝 我们西北有习俗 遇上烦心事了便去放风筝 把风筝线剪断了 烦恼也就飞走了 阿音顺从地拿来一个燕子风筝 我牵着皇后的手 走到院子里 把风筝线塞到她的手里 经风向正合适 你随意跑几步 风筝就能飞起来 我握住她的手 缓缓举高 跟着她一道在院子里跑动 直到风筝摇摇晃晃飞上天 我剪断了那根风筝线 我离开凤仪宫的时候 阿音出来送我 她说很久都没有看见 皇后这样高兴了 我问她很久是多久 她说自小公主死后 皇后娘娘便没盼头了 我叹了口气 像是对阿音说 也像是在对我自己说 人还是要向前看 是这个脸 阿音点头 回宫路上 我和阿音遇到了顾情深 阿音轻轻咳嗽了一声 挡在了我的身前 我拍了拍阿音的肩膀道 没事 你且先回去吧 我有分寸 阿音这才转身离开 时不时回头望几眼 我和顾情深一路相顾无言 大概 我对她也并非嘴上说的那样无情 我从梁州一路颠沛来到京城 入了莲花坊做了舞机 这三年时间 我见过多少登途浪子 自己都数不过来 只有顾情深 她只是点了我的名 然后隔着屏风弹琴 而我和着她的曲子起舞 如果我的身上没有背负梁州军饷案 兴许她会是我的良人 我风飞的那天 她在宫外跪了一夜 而我端坐在椅子上 哼着她谱的曲 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情 我弄不懂 但我没有后路可退了 行至刘云宫 我站定住问道 莲花坊这么多姑娘 为什么选了我 那么多姑娘里 只有你的眼中没有光 顾情深停顿了一下 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一开始只是好奇 你现在知道原因了 我似笑非笑地勾了勾嘴角 既知道了 便退罢 说完 我转身进了刘云宫 让李友福关上了宫门 依靠着宫门 我慢慢坐下来 哼着顾情深为我而谱的曲子 李友福站在边上 不知道该过来搀扶我 还是该游着我去 最后只得跑进屋子里 给我拿了件大厂 娘娘您这是怎么了 李友福急得抓耳挠塞 退罢 我歪着头望着李友福 你退罢 奴才不敢 哪有主子坐地上 奴才在屋子里睡大觉的道理 他搓着手 在离我一丈远的地方坐下 娘娘您是不是想家了 我没有家了 嗨 那您不就和奴才一样 是个孤儿吗 真巧 李友福自顾自说道 您刚哼的曲子怪好听的 能再哼哼不 我被他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我说 成吧 你坐过来点 我哼给你听 最后 李友福倒是睡着了 还是我把他拖回屋子里去的 好容易休整了一番 我披着外套坐在桌前 写下我这几日得到的消息 从江家谋逆案 再到石鹿瑶和李瑶 最后是阿爹的梁州军饷案 如果那个嬷嬷说得不假 老院守和当年的江小姐 至少是关系不错 而我在老院守的书房里 发现那本卷宗 很有可能是老院守 对当年江家谋逆案 有所怀疑 而在翻看的证据 江家谋逆案 绝不是面上那么简单 再加上 我看到的王冠楚三个字 极有可能江家的案子 也和王冠楚有关系 老院守会和石鹿瑶有关联 这是本来就很奇怪 石鹿瑶说 他对不起老院守 而老院守也一副 不愿与他有牵扯的样子 石鹿瑶究竟做了什么事 还有玉面公子李瑶 我给老院守的纸条上 只是把石鹿瑶和李瑶 并列写在一起 他便同意要见我 而且石鹿瑶的字迹 不似女儿家娟秀 平日里还与我聊及正事 再者 那李瑶从未以真面目示人 有没有可能 石鹿瑶就是李瑶 就在我提笔写字时 突然听见身后有人 我急忙回头 皇帝来了 我已经来不及 把桌上的册子藏起来 只得娇笑着 拉过皇帝的手 把他牵向床榻 他捏了捏我的脸颊 道 娇娇是在练字吗 让朕也来品鉴一番 我伸出食指 勾住他的腰带 一副耍小杏子模样道 皇上就不想先品鉴一下娇娇吗 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稍纵即逝 接着我便故作媚态 轻轻拉着他的衣袖 往床边走去 我一直睁着眼睛 直到三更天 然后捏手捏脚起身 将册子藏到柜子里 回到床榻上 我继续想着之前的事情 忽然听见背后的皇上 在呢喃着什么 摇摇 摇摇 我转过身看着皇帝叶周远 至少 除了梁州军饷案之外 他身为皇帝 做的都是些 为百姓谋福祉的事 被其一年比一年强盛 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样的皇帝 放到任何一个版本的史册里 都会被冠上美名 顾情深说得对 他根本不可能为军饷案翻案 他不可能让自己近乎完美的名声 毁于一旦 或许我应该杀了他 我取下头上的钗子 我是有一些拳脚功夫的 更何况现在的叶周远 就熟睡在我边上 我缓缓举起钗子 掌心有些汗层层的 这时 叶周远突然伸出手 像是如获至宝一般 将我揽入怀中 他说 瑶瑶 你别走 别走 我的额头抵在他的胸口 手里的钗子 在钗材 也不知落到了哪里去 轻轻推开叶周远 我只是忽然觉得乏泪至极 闭上眼睛 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梦里我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我还叫沈角角 不叫沈娇娇 那会儿阿爹还活着 每天中气十足地 在教场训练士兵 斯南修就在第一排横队里 训练得满头是汗 我提着装了绿豆汤的饭盒 站在一边等他休息 一旦阿爹让大家伙休息 阿修便像解开缰绳的马儿那样 朝我飞奔而来 我用帕子给他擦汗 他打开饭盒 捧着绿豆汤喝个痛快 喝完了 他把碗放回去 接着便目不转睛盯着我 我问他 你在瞧什么 我在瞧角角 他每次都这么回答 角角是整个梁州城 最好看的姑娘 肯定要多看几眼 而我每次都不住地打他 他也不还手 只捂着脑袋喊救命 阿爹就在一边抽着汗烟 笑着说 班佩 傍晚的时候 阿修拉着我的手跑到山坡上 他说他已经让木匠给我打了两个箱子 到时候在里面放上丝绸 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便红着脸 捏如道 两 两相丝首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没有阿爹 没有阿修 也没有叫角角的姑娘 他们都死在了三年前的梁州军饷案里 皇帝在武庚的时候离开了 他以为我睡着了 殊不知我面前 他起身的时候 我便被他弄醒了 我半睁着眼睛 看着他离开房间后 伸手往被褥里探了探 找到了落下的簪子 睡时睡不着了 柔柔眼睛起了身 把柜子里昨夜写过的册子取出来 盯着册子上写下的王冠储三个字 阿音先前说 老院守怕是不好了 如果这话是真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老院守 就会是最想为江家发案的人 而江家一案的主谋 极有可能就是王冠储 再加上我去老院守书房里 看到的那卷暗宗 很显然已经被人翻阅过很多次 关键就在于老院守离苦心的态度 我不相信他在朝中没有一点势力 平白无故要为梁州军饷案翻案很难 但江家一案会是最好的刀 如果要借力于老院守的话 关键就在石鹿窑 天彻底亮堂的时候 我去凤仪宫给皇后请安 她的面前跪着两个互不相让的妃子 若是没有几个力道大的嬷嬷们拦着 那两个妃子能直接打起来 见我进来 她的神色才好些 道 莲妃来了 坐吧 阿音给我端来一杯茶水 对我微微摇头 一副无奈的模样 我坐在边上听 无非就是两人在内务府 看中了同一匹布料 谁都不想退一步 越想越气之下 便闹到了皇后这里 抬头看向皇后 她的脸上满是无奈 但我总觉得自己还能看出更多 比如疲倦 比如不甘 比如悔恨 化名为石鹿瑶的李瑶 应该连成十二道折子为民请命 应该一身飞红官服于大殿之上 舍战群儒 而不是在这后宫之中 处理鸡毛蒜皮的烂摊子 她应当叫李瑶 而不是石鹿瑶 她应当头戴斗笠 坐那眼里盛满了光亮的玉面公子 我甚至能想象到 许多年前的李瑶 立于百官之前 竖着高高的发官 义正言辞又大意凛然 一字一句辩驳三皇子 为百姓申冤 为万民请命 没有人会不喜爱那样的女子 我站起身来 一手提起一个妃子的领口 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往宫外赶 回到屋内 阿音迎上来替我抚平袖子 道 好威风的莲妃娘娘 皇后轻轻叹了口气 支起身子 道 多亏是你来了 阿音在一边小声嘀咕道 就这还是好的 前几日那个方贵人更加离谱 自个儿娘家的事 也拿到皇后娘娘跟前说 真以为凤仪宫是菜场不成 皇后摆手让阿音止住嘴 道 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事 没什么值得说的 阿音你说吧 我全当听听热闹 是方贵人的娘家 也就是贾家的事 她那老娘或是是个不中用的药罐子 管不住贾大人四处沾花惹草 阿音走过来给我添茶水 或是有个最小的妹子 代价归中的年纪 就被那贾大人糟蹋了去 我吹开茶墨子 抿了一口 道 然后呢 这本是丑事 两家人想着遮掩一番 却不想那小妹子竟有了身孕 贾大人还不乐意给人家名分 连个姨娘身份都不愿意给 阿音一副笔弃模样道 那方贵人也是好笑得紧 跑到皇后这儿告他老子的状 妃子的娘家 是他们在宫中最好的依仗 便是娘家有什么丑事 妃子也大多帮着遮掩 天巧方贵人告了他爹的状 也着实是歧视一见 要说这甲大人也是个魂的 阿音见屋内就我和皇后二人 说话也大胆起来 便是通房丫头怀了孩子 那都得抬成姨娘 更何况是货家清清白白的小姐 听到这话 我一愣 皇后似乎也见多了 阿音义愤填膺的样子 便也没去管她 只自顾自喝茶 我回想着方财阿音的话 便是通房丫头怀了孩子 那都得抬成姨娘 所以 为什么那个嬷嬷会说 石鹿瑶的娘不是姨娘 而是通房丫头 我随意找了个由头 做别了皇后 回到自己的流云宫 也许是石鹿瑶的娘 又不能抬为姨娘的理由 提起笔打算写点什么 来帮助自己理清思路 可是我一想到 自己脑内那个大胆的想法 便手抖得连字都写不好了 三十年前 江家谋逆案 只留下了个卖为奴籍的江小姐 她有没有可能被石家买下 接着成了通房丫头 因为江小姐是最臣之女 石家也不敢把她抬作姨娘 如果石鹿瑶是江小姐的女儿 那么老院首会和石鹿瑶 有关联仪式 也就能解释得清了 我重重放下手里的笔 墨水溅了一桌 还是得去见老院首 这么想着的时候 李友福进来道 娘娘 奴才刚刚从内务府的管事 那儿打听到了 小半个月后有公宴 您得赶紧去内务府挑挑料子 好坐挤身衣裳 我应了一声 挥挥手叫她下去 日子不仅不慢过了几天 我接到消息 皇帝今天会宿在李长在那儿 我正想着如何混出宫去的时候 顾情深来了 本来我都抄起凳子 打算赶她出去了 但她说她能带我出宫 就是今晚的马车 于是我放下了手里的凳子 和李友福换了衣服 躲在马车里 和顾情深一起出了宫 还是去老院首呢 嗯 我受皇后所托 去看望老院首 我把石鹿窑拉出来 做挡箭牌 马车在李府门口停下 顾情深坐在车上道 我就不进去了 于是我独自上前 敲了敲大门 李府的门房见识我 倒也没有阻拦 放我进去了 老院首就坐在院子的摇椅上 见我来了 把头转过去 不言不语 直到我轻轻咳嗽一声 她才开口道 既见过我了 就赶紧回去吧 今天我不是为了石鹿窑而来的 我坐到窑椅边的地上 我是为王冠楚而来 她支起身子 有些浑浊的眼睛望着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梁州君想案的故人 我面无表情道 当年被吊死的沈将军的女儿 那案子三年前就结案了 她脱口而出 接着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 侧头掩住嘴咳嗽了几声 疲累至极的模样 花白的胡子微微颤动 半上 她伸出手 轻轻抚了扶我的头顶 我闭上眼睛 平复了一下心情 直到双手不再颤抖的时候 我说 您想为江家翻案 她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但下一刻 她又摇了摇头道 没法子翻案了 为什么 没有证据了 她重复了一遍 来不及了 没有证据了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我不信您在巢中没有人脉 只要有人愿意站出来 为梁州军饷案翻案 只要有一丝疑点 就能从此入手查个干净 她推开我的手 神情复杂 咬牙切齿道 她不会让你翻案的 谁 我用力拽着她的袖子 你说清楚 是谁 石鹿瑶 她说吧 右侧头用力咳嗽起来 我急忙起身 拍着她的后背 替她顺气 她一边咳嗽 一边笑 嘴中还喃喃自语 她活该 活该 我看着壮弱疯癫的老院守 一时手足无措 只觉得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石鹿瑶 江家 王冠楚 以及被王家支持的皇帝叶周远 仿佛有一根细线 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往事 鬼使神差班 我悠悠出声 石鹿瑶究竟做了什么 从离府走出的时候 我连路都走不稳 浑浑噩噩在小丝的搀扶下 走到马车前 顾情深伸手扶住我 她问道 怎么了 完了 我笑道 什么完了 我对她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地坐上了马车 她试探着伸出手 搭在我的肩膀上 累了便歇会吧 她小心翼翼道 我给你哼些曲子听 很难得的 我没有拒绝顾情深 侧身枕在她的腿上 她用手附在我的额头上方 挡住透过帘子照进来的光亮 脚脚 我抬手在她的手心 写下我的名字 这是我原本的名字 只说与你听 好听 她说 我知道她是想着法子夸我 却也揭穿 她哼着我最熟悉的那支曲子 我问道 这曲子可有名儿 没有 她沉思了一会道 这曲子就叫明月佼佼吧 好 我轻声道 顾情深 谢谢你 我从后门回了刘云宫 李友福一瞧见我 便急道 娘娘您可算回来了 阿阴姑娘等您好久了 阿阴 我用湿帕子擦了擦手 这么晚了 怎么到跑来找我了 这奴才可不好说 只知道是皇后娘娘似乎半夜发了热 这太医院的太医天巧都在刘贵妃宫里服侍着 李友福取来架子上的大厂 娘娘您看这事 我接过大厂 道 你先出去 我拿点银钱过去打点 李友福应了一声 到外头去了 我走到梳妆台前 打开暗匣 匣子里装着一把小刀 那是阿阴留给我的东西 他给我这刀的时候 拍着我的肩膀道 脚脚 要是这臭小子欺负了你 你就用这个叫他好看 然后阿修就会故作讨好的牵着我的手 老院守对我说 石鹿遥不会允许我翻案 我把小刀藏在袖子里 踢上大长走出屋子 跟着阿阴往贵妃宫里走去 走在长长的宫道上 我想 如果石鹿遥阻拦我翻案 那便容不得他了 可我路过一处工人住处的时候 看见了天上飘着一只风筝 我想起那个下午 我握着石鹿遥的手 同他一道放风筝 红色的燕子风筝 悠悠然在天上飘着 可我又一次抬起头的时候 风筝却不见了 莲妃娘娘 咱们快走吧 阿阴见我站着不动 急到 去贵妃宫里把太医请过来 好 我说着攥紧了袖子里的小刀 罢了 我踏入贵妃宫内 大闹特闹了一通 那雍容华贵的贵妃 还没来得及开口质问 便被我一头摁进了院子的水池里 然后我拖着两个腿都下软的太医 往凤仪宫走去 太医开了要便退下了 阿阴尖了要端过来 我一边扶起石鹿遥 一边给他喂药 阿阴在门口 依靠着门框睡着了 我取出袖子里的小刀 对准石鹿遥的心口 然后又收了回去 望着他熟睡的脸 我止不住地想 他若是竖起发官 一身飞色官服 端直站立在朝堂之上 又会是什么模样 难怪叶周远会欢喜他 华蜜 我的华蜜 他呢喃着谁的名字 我听阿阴说过 那是已经去世的小公主的名字 她从前也是心怀天下的女子 可最终只能被困在身宫之中 耗尽了她所有的心力 就连她的女儿 也死于后宫争斗的阴谋 十年前的叶周远 爱上了那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 而那个姑娘 也一样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叶周远 她可以继续做李瑶 继续完成她滚烫的理想 但她为了爱情 选择成为了石家树出的三小姐 石鹿遥 我凑近她的耳边 一字一字道 你活该 可那该字一出口 我自己先落了泪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到被褥上 运开一点水渍 她微微睁开眼睛 像是悠悠转醒 神情有些恍惚 你别哭 娇娇别哭 她伸出手抚上我的脸颊 我没事 你莫哭了 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一晚我去找老院守的时候 我问她 石鹿遥当年究竟做了什么 她激动地抓住了我的领子 用力摇晃着我 用几乎是咆哮的声音说 十年前 她把证据全部烧掉了 江家翻案的所有证据都被她烧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十年前正是先帝病重 众皇子夺嫡的时候 王家是叶周远的支持者 一旦石鹿遥和老院守将证据拿出 为江家翻案 指责王冠楚 诬陷江家蒙蔽圣厅一事 王家就完了 王家若是完了 叶周远的皇位也跟着完了 石鹿遥就是当年那位江小姐 和石家家主的女儿 而她烧掉了自己和老院守收集来的所有证据 因为她选择了保住叶周远 选择了在她心里重若泰山的爱情 如果当年的石鹿遥选择为江家翻案 王冠楚就不会活到现在 也不会有梁州君想案 阿爹就不会冤死 而我的阿修会十里红装 娶我回家 我可以依然做我的神角角 那个梁州城最漂亮的姑娘 我从石鹿遥床边站起身 今晚把贵妃宫闹腾了一通 只怕明日得受罚了 推开门出去的时候 我直挺挺撞上一人 抬头一望 是皇帝叶周远 她先问我皇后如何了 我说皇后喝了药 稍也退下了 接着她又问我 打算去哪儿 我想了想到 今晚臣妾对贵妃多有僭悦 打算给她赔罪去 你是为了皇后 一时情急才如此 她拉住我的手腕 朕没打算罚你 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 不论有什么苦衷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 转身离开了凤仪宫 朝贵妃宫殿的方向走去 我在宫门口直直跪下 空中飘起小雪 我伸出手接过一片雪花 看着她在掌心融化 顾情深大概是被贵妃 叫过去弹琴的 她在宫门口 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我 下意识想牵我起来 皇上并未打算责罚你 她轻声道 我是为了而跪 我的声音极轻 轻到连微弱的风声 都盖不过 她叹了口气 将怀里的小手炉 放到了我的手边 然后跟着几个宫人进去 给贵妃弹琴了 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李友福和几个小太监 抬回去的 接着我便生了病 一直躺到宫宴那天晚上 裹着厚厚的外套 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酒过三旬 众人都喝到了兴头上 我往高位上望了一眼 皇后不见了 我与李友福嘱咐了几句后 便也匆匆离开了宫宴 在御花园门口 我看到了阿音 便上前问道 皇后呢 既是小公主的忌日 皇后娘娘在太幽池边上 奴婢也不敢跟着 阿音朝御花园内望了一眼 您去劝劝吧 我谢过阿音 沿着小路走到太幽池 果然见到了石鹿窑 他脱下了珠红色的大肠 露出白色的群衫 正注视着太幽池 那已经结了冰的湖面 我捡起他丢在地上的大肠 抖掉上面的灰尘后 又给他披上 别拿自己开玩笑 我替他系上袋子 你也好意思说 他整理了一下大肠 是谁偏要跑到贵妃宫门口罚贵 总得为自己犯的错赎罪 我凝视着石鹿窑 都要还的 他低头不语 远远的 我望到太幽池湖心 有个小亭子 走到湖边 网结了冰的湖面上 踩了几脚 冰面应当能承受 我和石鹿窑的重量 石鹿窑 我叫他跟我走 他由着我拉着他的手 一点也没有迟疑地 跟着我 踏上了冰面 行至湖心亭 我攀着柱子 翻上了亭子顶部 冲着下面的石鹿窑伸出手道 石鹿窑 上来 上去做什么 上去看星星 他抬头望着我 只一瞬 我仿佛看到他眼睛里消失了很多年的光亮 又回来了 半是无奈 半是期待 他拉住了我的手 我一用力便把他也一起拉了上去 他就安静地坐在我边上 抱着膝盖不语 偶尔打算开口 看了我一眼后又憋了回去 别提小公主的事 我侧目看他 说你自己的事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自嘲般笑了一下 我的人生荒唐至极 不值得提 见他不愿意说 我也不再追问 只仰头看星星 许久 我才听见他开口道 叶周远 是个好皇帝 从他还是皇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的理念 他的理想炽热而滚烫 轻而易举 就能让人想要跟随着他 我懂得他所有的不义 也明白他所有的抱负 他仰起头 眼睛里突然多了几分光彩 就如同他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我可以怨恨他不是个好丈夫 可以埋怨他不是个好父亲 可唯独不能否认 他是一位贤能的君王 先帝还在的时候 总共四个皇子 可我知道 没有哪一个能比叶周远 更加称职 他是一个好皇帝 我大概也算是个好皇后 他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可我偶尔会后悔 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广阔的天空 娇娇 有些是明明知道是错的 但我非选不可 非做不可 他不再说话 眼里的光又消失了 我也一样 我深深望了他一眼 有些是我明明知道是错的 但却不得不做 都要还的 石鹿窑也好 野周园也罢 又或者是我 我们都要还的 谁都熬不过这个冬天 我和他都没有再说话 也不知道是谁先有了困意 最终我和他依偎在一起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睁开眼睛 远处的地平线 喷溅出一片火一般的光亮 像是天底下所有的光亮 都聚集在了那一点 我连忙摇醒了石鹿窑 道 石鹿窑 快醒醒 看日出了 他揉着眼睛醒来 在看见眼前景象后 微微睁大了眼睛 出生的太阳撕碎了整个夜幕 长夜中尽 可我止不住地想 太阳出来了 一切就都翻篇了 那昨夜的星星该怎么办呢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皇后娘娘 我回头一看 是找了我们一晚上的阿阴 走吧 我拉了拉石鹿窑的手 阿阴估计是找了一晚上 我得想想如何给他赔罪 石鹿窑定定看着升起的太阳 他说 太阳只有升起来的那一瞬 最为耀眼 我说 太阳的所有意义 也许就是把长夜驱散的那一瞬 一瞬 一瞬 我说吧 率先从顶上跳下去 在下面向石鹿窑伸出手 来 我接着你 他搭着我的手稳稳落下 趁着湖面的冰还未化开 跟我一道往岸边走 阿阴满脸委屈道 我找了一晚上 还以为你们被人拐了去 吹了一晚上的风 一回到宫里 我便又倒下了 皇帝来看了看我 让我好好休养 他走了没多久 我便撑着起身 叫李友福和我换了衣服 又一次踏入李府 只是这一次 老院守是在床榻上接待的我 墨尚书 定远侯 还有安禄侯 和不少年纪稍大的剑官 都打算对梁州军饷案提起异议 我将那几人的名单 递给老院守 这次是唯一的机会了 老院守草草看了几眼 道 不够 够了 我说 还有一个人 谁都没用 老院守转过头咳嗽了几声 扳倒王家 这些人够了 但你想翻案 让叶周远自己认错 毁掉他在后人史册上的名声 那么多少人都不够 我攥着袖子道 您觉得叶周远到底知不知道 这案子是错的 三年前 或许他是真的不知道 他见我失魂落魄的模样 语气也和软了些 但现在他即便知道了 也会将错就错 朝中官员不是没有人对此有意义 可没有人敢真正站出来 就像房间里的大象 所有人都看着大象挤破屋顶 你说的还有一人 是谁 我站起身行至门口 闻声停顿了片刻 道 是梁州守将沈将军的女儿 沈角角 王家和叶周远 不会给你说话的机会 他急急叫住我 沈角角 你会死 我来到京城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如果没有人敢说出 房间里有大象 我便做那个 一把火烧了屋子的人 我裹紧了大肠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府 回到王宫 还未走入屋内 我便觉得脚下发软 李友福冲过来扶住我 我推开他 自己扶着墙 缓缓走到床榻边坐下 他想去请太医 我白手叫他回来 我说 你去休息吧 不必管我 请太医也得要银钱打点 娘娘您上个月月缝都没花完 咱们有钱 李友福拿了块帕子 沾了凉水递给我 奴才这就去叫人 省着点吧 我把帕子敷在额头上 我多省点 都留给你们 李友福一跺脚 还是一溜烟跑了出去 我拦不住他 只得游他去了 其实他便是叫来了太医 也没用 我自罚贵以来便一直病了 他一开的药都被我倒了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睡过去 夜半的时候 只觉得有人在给我喂药 勉强喝了几口 我说 顾情深 我想听明月佼佼 你喝了药 我便弹给你听 我转过头去 你若是皇后 我兴许还会喝上几口 你把我梳妆台匣子最下面那层打开 我伸手指了纸梳妆台 把里面的信盒 一本册子都拿出来 他放下药碗 拿来那两样东西递给我 道 这些都是什么 证据 我用纸腹抹撒着那封带写的信 亦是有些模糊 王冠储和梁州知府的书信 还有梁州城军饷流向的真正的账本 是我和他好不容易偷来的 没了这些东西 我就翻不了岸了 他说要和我一起 进京状告圣上 我垂下手 可他死了 孤零零死在了梁州郊外的雪地上 顾情深为我噎了噎被搅 道 搅搅 你想做什么 我抱紧了信和账本 语气里竟有一丝畅快 我要把这些东西 放在太阳底下 你疯了 他说 几日前 有人对梁州一案 稍稍提及了几句 今日皇上和王家 便将黑羽卫 都调到了瑞云殿之外 角角 你没有开口的机会 他拉住我的手 黑羽卫各个配备强弩 你活不了 你少来管我 这宫里能管住我的 我把怀里的东西更加抱紧 含糊不清道 能管住我的只有皇后 皇帝来了都没用 他叹了口气 把我额头上的帕子换了一块 后来他好像给我弹了会琴 我既不大清了 只是让他把信件和书册 都放回书庄台 接着便昏昏睡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顾情深已经不在了 我起身走到书庄台边上 往匣子里一探 书信和册子没了 没什么意外 我叫来个嬷嬷 替我书席打扮了一番后 去奉仪宫给皇后请安 皇后还是往日的模样 但我明显看到他倒茶的手在颤抖 那就好 都结束了 梁州君想按也好 还是江家谋逆按 皇后一直把我留到了傍晚 她在桌岸边练字 我在一旁弹琴 弹的是那一曲明月佼佼 哪天得空了 再去瞧日出吧 我用松香擦拭着琴身 看太阳升起 撕破长夜的那一瞬 她神情淡然 点头道 那一瞬确实很美 说吧 她看向窗外降落的夕阳 然后转头对我笑了一下 道 脚脚 对不起 我端坐在位置上 看着她放下手中的笔 你想坐石鹿摇 我低头玩着自己的指甲 还是坐李摇 坐太阳 她走出屋子 关上了门 她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要坐太阳 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上锁声 我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昨晚当我意识到顾情深来的时候 便有了一个主意 所以我故作烧得糊涂 说出些糊话来 告诉顾情深书信和账本的位置 又透露只有皇后才能降得住我 她不想我死 就必然会将那些东西和梁州军饷案 对皇后全盘托出 我知道 只凭自己没有本事犯案 如果她想继续坐石鹿摇 她会像十年前一样毁掉证据 而我会选择杀掉叶周远 如果她想做李瑶 那她会踏入瑞云殿 让所有证据都清清楚楚呈出来 老院首问我还有一人是谁的时候 我撒谎了 其实还有一人 并不是我神佼佼 而是皇后 都要还的 谁都要为自己的错赎罪 我静静坐了一夜 就盯着窗外漆黑的天空 等待着太阳出声 驱散所有黑暗 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凑到书桌边上 看石鹿摇临走前写下的字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石鹿摇从来就没得选 十年前四子夺敌 三皇子欺压百姓 七皇子荒淫无道 九皇子只知玩弄权术 只有叶周远身上有光 有火 让她心甘情愿 而又义无反顾地 捧着一腔孤勇 追随于她 她和叶周远有相似的理想 有近乎一致的理念 而老院守身之 一旦叶周远继位后 大力扶持叶周远的王家 必然是大 在南班岛 所以必须在王家 知凡叶茂之前 为江家翻案 石鹿摇 没有选择的余地 为江家翻案 则王家倒台 叶周远会彻底 失去继位的机会 而要保全叶周远 就必须毁掉证据 阻止老院守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从一开始 石鹿摇就被困死在了 世事无常之中 当她选择做李摇 成为心计天下的女子时 她就要踏上一条 最崎岖的路 那扶平一般的的人生 承载不住无常的命里 承受不起红尘滚滚 翻腾四浪 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用屋内的椅子 砸坏了大门 我要见证 太阳绽放万丈光芒的一瞬 也要见证 太阳最终陨落的一刹 当我缓缓走到 瑞云宫外的时候 我抬头望望天 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手 这双紧紧牵过时鹿摇的手 同她放风筝 看日出 行过太幽池的湖面 攀过湖心亭的亭顶 一步一步朝殿内走去 我看见一个身穿 飞色衣衫的女子 头发高高竖起 只用一根素钗子 固定发关 她满身是血端直站立 手捧书信和册子 语气沉稳而平静地说着 如同惊雷一样的话语 为梁州军饷暗翻暗 大殿门口的黑羽卫 举弓对准了她 王冠楚近乎疯癫地 喊着射箭 而叶周远 只是呆滞着 站在高位之上 石鹿摇的眼睛里 有蓬勃的光亮 独属于李瑶的光亮 她回到了十年前 意气风发 蛇战群儒的时候 那会儿 她就梳着最简单的剂子 身着最朴素的衣衫 为了最崇高的理想而战斗 在她提出翻暗的那一瞬 她就如同太阳一样耀眼 耀眼道 让我眼角发色 生生落下泪来 一枚冷剑破空摄像石鹿摇 她的身形剧烈晃动了一下 却还是直直站立着 将手里的证据 和一封折子递出 叶周远 她说 我们的愿景 实现了吗 天下无冤情 百姓无极苦 人间满和乐 那是李瑶和叶周远 共同的愿望 她说完再也站立不住 在叶周远颤抖着 接过她手里东西的那一煞 她倒了下去 我的太阳陨落了 当王冠楚夺过黑羽位手中的弓箭 向石鹿摇射箭的时候 我飞扑了出去 为她挡住了那一箭 谁都要为自己的错赎罪 都要还的 我也一样 我知道石鹿摇的过去 知道她所有的不甘 知道她对李瑶这个身份的执着 所以我设计让她替我翻案 逼着她为我而死 她那样聪明 在顾情深拿着证据去找她的时候 她大概就已经猜到 这是我的手笔 可她还是这样做了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读懂她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 只知道叶周远红着眼睛抱住石鹿摇 嘶吼着一句话 查都给朕查 一切都结束了 我让李友福在屋内摆了张屏风 然后叫来了顾情深 她的声音隔着屏风传来 太医们抢救了三天 皇后娘娘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保不住的 我平静到 谁都保不住石鹿摇的命 顾情深 我想听那句明月佼佼 她应了一声 坐下抚琴 恍恍惚惚间 我好像回到了在莲花坊 做舞鸡的日子 她是所有客人中最温文尔雅的那个 我大概对她的到来 也有几分期待 我很少真正看见她的脸 大部分情况下 她都是坐在屏风的另一侧弹琴 我偶尔也会想象 这个为我弹奏一夜的公子 会是什么样的眉眼 她会有温柔的眼 柔和的眉 挺立的鼻 乌黑的长发 用一根青色发带竖起 修长的手指 在琴弦之间跳动 弹出那首读属于我的曲子 浪漫而美丽 像我再也无法触碰的梦 我缓缓站起身 和这曲子翩翩起舞 顾情深 我说 你把我送回梁州吧 就在梁州城郊的雪山上 琴音停顿了一下 她道 好 就在雪山的山顶 每晚一抬头 就能望见月亮 她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沉闷 我身上的伤口撕裂了 暗红色的血迹 逐渐爬上了白色裙摆 屋外飘起了大雪 像梁州城才会有的雪 兴许是我的阿爹和阿修 来接我回家了 大门突然被人撞开 李友福哭着 跪倒在地 娘娘 皇后轰了 被救回来的石鹿瑶 最终在这个漆黑的夜晚 用头上唯一的素拆 扎入了自己的心口 石鹿瑶解脱了 顾情深的琴声戛然而止 我跌落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地面 我止不住地回想起 何时鹿瑶爬上亭顶 看日出的那一晚 太阳的所有意义 也许就是把长夜驱散的那一瞬 一瞬 他这样问我 一瞬 我淡淡回复道 所以当时鹿瑶又一次 以李瑶的身份出现 他所有的意义 就在于提出翻案的那一瞬 一瞬过后 等待着他的便只有死亡了 他宁可自己为了理想而死 宁可被翻案 死在大殿之上 他无法再一次 接受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深宫之中逐渐枯朽 无法再一次忍受 九重宫阙的幽冷熄灭 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 我记得自己当时 好像还说了些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还对石鹿瑶说 来 我接着你 接着 你 太阳已经陨落了 接着 就该是我了 屋外明月佼佼 大雪纷飞 月亮和太阳 最终都没有撑过这场大雪 卫生 皇后轰式的那一晚 刘云宫燃起了大火 莲妃在火中丧生 而当晚被莲妃换去演奏的 乐师顾情深 也下落不明 大火烧了一夜 整个宫殿化为灰烬 容疾一时的莲妃 最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落葬的棺材 是一具空棺 只是在众人争相救火的时候 有一辆不起眼的马车 从王宫后门驶离 向着西北的方向去了 他跨过安静流淌的月明河 穿过静密幽深的月照林 来到梁州城外的雪山脚下 一边吟唱着为他而作的歌 他行至雪山山顶 将怀中的瓷白罐子 埋入雪中 这里能沐浴月光 这里能目睹出生的朝阳 这里能观测群星璀璨 这里能见证日月山川的一切瑰丽景色 也仅有此处堪配梁州城最美的姑娘 他在山脚处搭了一座小屋 摆了一个茶摊子 偶尔他会在深夜 对着空荡荡的茶摊 说起过去的故事 诉说着被平反的梁州军饷案 诉说着被斩死在菜市口的王冠处 诉说着被流放的王家 还有被牵扯其中的所有人 神角角临死前 将一切的故事都告诉了他 江家 老院守 石鹿瑶 叶周远 只是在那个故事里 神角角才是那个恶人 他折服于石鹿瑶的一身风骨 却又逼迫着石鹿瑶 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可他总会忍不住想 神角角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在很多年前的莲花坊里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神角角 他有一副精致的眉眼 可他的眉间弥漫着愁绪 可他的眼神仿佛死了 美丽而易碎 像这世上最令人着迷的工艺品 没有人会不被那样的姑娘吸引 他将他的美丽谱写 他将他的身姿描绘 他将神角角铭刻在心上 铭记在了骨穴里 他偏爱这里的月光 清冷却又运着难以言喻的温柔 像极了他爱的姑娘 时至今日 所有人都忘记了莫名轰逝的皇后 蹊跷死亡的莲妃 只有她还在西北边陲的茶滩上 在悠悠的月光下 为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